嘿,你有多少次想过,如果我有数十亿美元,我会买些什么? 嗯,当你有很多钱却不知道该怎么花的时候,不妨参考一下以下这些亿万富翁的做法吧。 伊隆马斯克的潜艇车 对亿万富翁而言,买一辆华丽的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 但是当它是一辆具经典地位的詹姆斯庞德车时,那可真的就是在花大钱了。 这款潜艇车正是伊隆马斯克愿意付出一百万美元的价格将这纳入自己的收藏品的车子。 但如果你在想,对于一辆能在水下行驶的汽车来说,这个价格应该不错吧? 你猜怎么着?它可不行哦! 这款定制的Lotus Esprit只不过是个电影道具而已,曼哈顿的停车位。 如果你过去以为曼哈顿很难停车,现在你可以再花个一百万美元买个停车位哦! 对亿万富翁而言,这只是小钱了,是吧? 这便是克罗斯比街42号的价格,这里的十个车位每个便是这个价格。 当你把它拆开来算,停车位的价格可是高达每900平方公分5000美元的金额。 相比之下,上面的高级公寓售价为每平方英尺3140美元。 是的,你的停车位其实可是比你的公寓还贵哦! 我想我还是步行或搭捷运吧! 克莱夫帕尔默的铁达尼号 澳洲亿万富翁克莱夫帕尔默并没有购买豪华游艇,也没有在需要的时候租一艘,而是决定直接建一艘自己的游艇。 我得说,我挺喜欢它的主题风格的呢! 铁达尼二号将会是跟那艘历史上最知名的船几乎一模一样的复制品,甚至连里面那座红尾的楼梯也会一模一样打造出来哦! 不过,帕尔默决定把它的铁达尼号造得再稍大一点,因为既然钱不是问题,那有什么不行的呢? 其中某些部分也已经更新,以适应现代功能并打造更平稳的航行体验。 经过几次的推迟后,铁达尼二号计划将于2022年下水。 这个建设项目的总金额是多少呢? 5亿美元! 350年历史的皇家钻石。 想象一下,你拿到一颗17世纪公主带过的珠宝会是怎样? 这颗美丽的维特尔斯巴赫钻石最初可是超过35克拉哦! 直到2010年,他的新主人,劳伦斯·格拉夫,决定重新裁切它。 这颗钻石在重新裁切的过程中失去了超过4克拉。 是的,就这样刮掉了一颗传了几个世纪的大宝石的一部分呢! 说句公道话,裁切是为了去掉瑕疵的部分,并为之增添量彩。 最终,他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现金的皇室。 摩天大楼屋 欢迎来到印度亿万富翁穆凯什·安巴尼以及其家人的私人住宅。 这座穆买房屋的价值仅次于白金汉宫,大约花费了20亿美元建造。 到底是怎么在一间房子上花那么多钱的呀? 嗯,它有27层楼高,有三个直升机停机坪,一个空中交通管制室,能停168辆车的停车空间,一个舞厅,露台花园,80个座位的剧院,水疗中心,甚至还有一个雪屋。 无论什么季节,当你渴望来一点冬天氛围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这个屋子绝不会让你感到无聊的。 黄金私人飞机 有个飞行宫殿该有多棒啊? 这可不是在说什么科幻小说哟。 这位以奢侈消费而闻名的文莱苏丹,想要一架可以享受奢华生活的私人飞机。 它的私人波音747完全是黄金打造。 这架飞机本身的价值约1亿美元。 再加上这架飞机改装成只有苏丹才能乘坐的飞机的另外的1.2亿美元。 嘿,如果你有钱,有什么不行的呢? 香满钻石的豪华轿车。 嗯,这辆车肯定很难投保,不过,如果你是亿万富翁,那大概就不成问题咯。 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花了将近4800万美元,买了一辆享有30万颗施华洛士奇水晶的冰室。 他们甚至说,光是摸一下那辆耀眼的令人晕眩的车就要花1000美元呢。 结果,整件事根本没发生过。 这辆车确实存在,并曾在不同的车展上展出过,只是王子本人并没有买下它就是了。 一座真的岛屿。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皇室家族用他们的钱买了很多东西,但当你在阿布达比拥有一座私人岛屿时,你似乎必须在上面留下自己的印记。 真的,谢赫哈马德非常渴望向世界展示他所拥有的东西,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沙子上。 而且,那可不像星光大道上那样小哦。 我说的是甚至从太空都能看到的巨型字母啊。 在你开启Google Earth查询之前,得先跟你说,可惜他已经被填满了。 不过,虽然很多亿万富翁确实有自己的私人岛屿,但从没有人做出这么惊人的事。 真的以实际作为宣称岛屿是自己的。 高档家具 你有多余的3600万美元可以为你的家添置家具吗? 我也没有。 但列支敦斯登王子汉斯·亚当斯二世便决定这么做。 这件家具便是一个乌木羽毛球柜。 为什么这件家具这么贵呢? 除了它是一件18世纪的历史文物, 它上面还相有许多非常珍贵的宝石, 如玛瑙、紫水晶、石鹰等等。 它甚至打破了自己的记录,成为有史以来售价最贵的家具。 黄金卫生纸 我真希望这次我是在骗你, 只可惜并不是这样。 澳洲一家名为Toilet Paperman, 厕纸男的公司认为, 无论你在哪里或在做什么, 你都需要使用黄金奢侈品。 一卷由22K黄金制成的三层卫生纸, 将花费买家将近140万美元。 这已经成为超级富豪所购买的最奇怪的东西之一。 我觉得就算是它们, 这样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黄金马桶 当你手边有了黄金卫生纸后, 一个普通的浴室肯定就满足不了你咯。 一位香港珠宝商决定用黄金和珍贵珠宝打造出一间完整的浴室。 从马桶、水槽、马桶刷、支架、镜框、枝形吊灯。 甚至门和瓷砖都是由24K金打造的。 天花板上甚至装饰着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和琥珀。 当连你的垃圾都能当设计师时, 你就知道自己很有钱了。 2018年,化妆品大亨金卡呆衫展示了他家里的这款最新配饰。 垃圾桶和回收箱上都装饰着露易威登的标志, 可能只是个定制的油漆装饰,但谁晓得呢? 如果你想要一个铜款, 你可以在eBay上以5000美元买到一个迷你露易威登垃圾桶, 或者把钱花在对自己更有用的东西上吧。 或许你会喜欢我们的下一个标的屋? 露易威登手提包。 这看起来挺像垃圾袋的耶。 嘿,好的一面是,它可是防水的哟。 而且还有绿色和棕色两色颜色可勾选择。 这种包被称为Raindrop Bazaars, 售价可是尽2000美元呢。 嗯,我不用花五块钱就能做出一个。 万年钟。 又再次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你会用这些钱做什么呢? 杰夫·贝佐斯想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并建造了一枚大火箭, 然后来了场一天的太空之旅。 是的,它办到了。 但它目前也正在进行另一个昂贵的项目, 它在做一个时钟。 但那可不是什么普通时钟哦, 而是万年钟。 Clock of the long now, 哦,真神秘。 贝佐斯把它放在了自己位于德州房产的一座山的深处。 完工后, 它将有一座五十层摩天大楼那么高。 目前为止, 它花费了四千多万美元。 这座万年钟, 一年只会滴答, 走一格, 每一千年才会暴食一次。 好在它是机械的, 不然想象一下, 要怎么才能做出够大的电池啊。 当文来的苏丹需要理法时, 他愿意为一次理法支付超过两万五千美元。 每隔几周, 他的理法师就会乘坐私人飞机从伦敦市中心飞过来, 但愿他乘坐的是那架飞行宫殿飞机。 而理法师这趟旅程所需的一切都由苏丹支付, 包括了酒店、 豪华美赚、 交通, 只要你说得出来, 什么都行。 嘿, 还有更多没用的东西可以花上你数百万呢, 就像我们清单上的下一个项目, 一块不新鲜的蛋糕。 1998年, 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1937年的结婚蛋糕上的一块, 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将近三万美元的价格拍出。 而我只买得起搭配那块蛋糕的小甜点。 世界上最昂贵的冰淇淋。 一勺只要817美元, 你就可以在杜拜Scooby Cafe享用黑钻石冰淇淋。 这款会让你钱包大失血的甜点, 包含了可食用的23K金箔, 以及大量昂贵的进口原料, 如松露和藏红花。 这道甜点以范丝折的碗和汤匙呈现。 好消息是, 如果你准备花那么多钱买下那个冰淇淋, 你可以保留那套装着冰淇淋的设计师碗盘和餐具哦。 嗯, 那也算完全值了啦。 下次见咯, 保持正能量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